各位好 今天1月15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的 我记得当年我说过两句话 一个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二一个是傻逼都是自证的 程鹏大眼 李程鹏同志 他也说过一句话 说中国的新闻哪都挺好 就是不能看核定本 对吧 今天我们来翻译一下这核定本 最新的一页是什么 是中国的卫健委 跟世贸 世贸 不是别世贸 世卫组织 通了个电话 通报了一下 目前中国疫情的状况 然后大家就各路脚菜 就极度惊讶 说卧槽 说这不对 一周之前你不是这么说的 对吧 那会还是小甜甜的 你今儿怎么就牛夫人了 这不好说 这变得也快点了 是吧 那变脸变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在 卫健委最新的一个 对世卫组织通报里说 中国从开放 就是12月8号开始 到这个月的1月12号 一个月零四天的时间里 中国因为新冠死亡的病亡人数 那是59,938例 对吧 这个一下大家就都惊了吗 因为1月6号的时候 他还在说 中国的整个病亡 只有30例 对吧 当时他有他的一个统计数字 您别着急 我给您介绍完下说 那他中间留了一个什么气口呢 叫我们家气口 就是为以后谢泽打一个基础 就是说他又一次的把这两种死亡给分开了 就一个是因为直接因为新冠死亡 就是呼吸系统衰竭 然后去世 那这个是多少呢 是5503例 然后呢 其他呢 是因为有基础病 也就是说 全世界都是这么统计的这个数字的 按这种方式 甭管你是怎么样 你有什么基础病 你只要是身上带着这个新冠的这个病菌 就算是这个新冠死亡里的数字 那全世界都这么干 那中国呢 也这么干了 说呢 这是有多少人呢 这是有54,435例 那就是说 他依然留了一个气口 说是将来我还是可以统计啊 我只要按我的 我只要不觉得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你们 对不对 那他就这样了 就是我还是把这两个分开来统计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就真的没法看核定本了 因为在 在 没有特别远的这个过去 比如说一周之前啊 大概在1月6号的时候 他宣布的 中国的感染 只有这个12万例 这个是什么 这是多少时间积累呢 就是从12月8号 一直到1月6号 他对中国的韭菜们宣布的 我这 咱这块只有12万例的感染 这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他只有这么多的感染 但是呢 他这回跟世卫组织通报的呢 大概是这样的 他说1月5号的时候 中国已经达封 就是说到了 一天的感染的 在病院的数字啊 就是直接统计的新冠的数字 是162.5万 就是说 那一天的时间 那一天的时间 正在住院的 新冠的患者 就是162.5万 这还不算说你无症状 不算你各种各样的 这个在家里 自己生扛的 进不了医院的 根本不知道医院大门在哪了 是这些人都不算在内 就是162.5万 就是说他其实 虽然他不掌握全国的情况 但是医疗系统 他总有一个汇总数字 他是知道的 但是呢 这是1月5号 他都知道 但是他1月6号的时候 跟全国的韭菜们 接着撒谎 说全国这一个月之内 才有12万例 这个很有趣了吧 这个还不算有趣 实际上而言呢 在12月23号的时候 因为发热门诊的数字 就已经达封 到什么时候呢 是那个286.7万人次 就是说 那个是不是确诊的 因为还有很多流感呢 什么其他病的发热呀 对吧 那都算在内 到那会儿就已经有了 有这个200多万了 这个东西已经就是说 你可以看出来 你根本就不用去讨论 说他怎么怎么说 数字对不对 就是明告诉你 我就是撒谎了 我就是撒谎了 我就是不说实话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几乎是明确的说出来 这种话了 就差脑门上写两字了 无赖 对吧 对 这个祖国这么流氓 我就放心了 大概是这么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呢 您看现在他跟世卫组织说的这些话 他第一 他留了一个谢德的余地 对吧 那说我这个还是叫什么 就是把这两种统计数字要分开 有我统计了这个因为新冠直接死亡的 以及有基础疾病 然后呢 新冠得了他死亡的 这两种我都统计了吧 OK 给你一数字 第二个呢 也特别记贼 他统计的是在院病亡的数字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在医院里死了 这个呢 您就在这数字当中了 对吧 但是呢 你如果不在医院死了 说您哎呀 没注意 呱唧死家里了 你说这怎么弄啊 那只好 那就只好 只好不统计您了 对吧 OK好 那这些数字就都没有了 他依然是把这个数字压的 极低 这个数字你信不信呢 说实话 我是不太信的 为什么呢 呃 即使是我们按照他的统计的上限 我们说6万人吧 那呃 如果按千分之一的死亡率的话 那大概来讲 呃 是应该有6000万人 呃 这个感染 那我们在中国 您自己想想看 这么多的这个病例 还有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说您身居海外 您给国内的家人朋友们打电话 您觉得他有 他是只是6000万人感染吗 那可能这个 那可能是我这数字极 我这 我的情况极端点 我们家留 在在国内 四口人全感染了 除了 呃 两毛感染不感染 我不知道啊 那个 但是呢 四口 四口人全感染 感染了 我父母 啊 那就是说呃 他们感染了 吧 这个可能是小概率事件 对不对 OK好 那呃 我的朋友 夸击 一家三口全感染了 我另外一个朋友 夸击一家四口全感染了 就是说 我所认识的几乎所有人 几乎所有人 至少家里都有感染的 那如果是我这个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的话 那我的这些朋友的他们的各种各样的通过汇总来的信息的话 那感染应该是至少应该也得是40%以上 当然我这个可能我也是不敢说一定的数字啊 我只是保守的估计 大概是在40%以上 以上啊 以上 我不敢说其他的 那40%以上是中国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对吧 你哪怕你的人口再怎么再怎么虚假统计 那你也得是几个亿的人呢 六个亿的人得有 就是说呢 他几乎是把中国目前的感染的水平 整个降了一个数量级 从至少6亿人的感染 一直降到了6000万人 而且这个我为什么还说 这个还是说应该叫比较保守的估计呢 因为我们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 比如说吧 那中国的医疗水平 以及他那个检测水平 是不是到了这国际先进水水上呢 你别看建那么多核酸庭 那建了那么 用了那么多的抗原试剂 不一定 对吧 你的医疗水平不到啊 然后呢 他死亡率不应该只有这么低 这个 他应该比千分之一或者高一点 如果按这个 这个东西算的话 那数字都更不对了 你可能只有3000万人感染 这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到目前来讲 他还是用这种话术 然后呢 把这个责任的给卸开 他打算的是干嘛呢 就像我们的国粹太极拳一样 这个接化发 我接你这招 然后呢 慢慢的给你这个画过去 然后再给你发回去 这数字 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马宝国老师啊 真的是国之归宝啊 他就用了这个接化发的手艺啊 直接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画完了 你不是找我有数字吗 好 我给你数字 这个数字虽然被严重低估 对吧 但是呢 我有他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卸责的方式 我首先就要把这个两个数字分开统计啊 对吧 以后这个好改这个集体记忆啊 那实际上来讲 他是十分之一的死亡 死亡率 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比例来讲 对不对 以后我们再回忆起这场大的瘟疫的时候 那他就有两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因为新冠直接死亡的 那第二个数字是这个有基础疾病的 那他将来改修改这个社会记忆的 整个记忆的时候 他就会把第一个数字拿出来 对吧 我们就死了这么多人 这个没什么毛病吧 但是他就他会他会把第二个数统计方式的数字 按到美国呀 或者或者日本那脑子上 你看美国死100多万 如果你按他这统计的话 那美国应该是多少人死了 那有100多万吗 10万 10多万人吧 最多10多万人 那只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 第二个呢 他只统计说 我只统计我在院的 对吧 其他的那种 我不进行统计 你看这个东西 他又开始把整个的责任又卸开了 那你说到底有多少人 我没那么多人 我抗议还是成功的 我还是可以开表赏会的 是吧 OK 好 他又赢一次 这个他已经用卫健委这块的 他已经开始用这种模式来混淆所有的这个历史记忆以及数字了 你掌握了数字 就黄仁宇先生啊 这个万历十五年那位啊就说过 中国呢 自古至今呢 就是这个数字化管理上啊 是有欠缺的 对吧 但是啊 实际上来讲呢 呃 在现阶段 数字化管理其实不是一个难事了 而更改数字才是一个更难的事 可是呢 我当发现一件一件事 我只要是掌控了数字 由我来发布这个数字 那社会管理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 所以呢 他现在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数字 来削减民间的记忆 让这个民间记忆消失掉 然后呢 我就在过几年 韭菜本身也健忘吧 当然了 这可能比金鱼的记忆稍微长一点 可是他终究会忘掉的 我那个数字割出来的话 那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了 他只要没到触目惊心的这种水准上 所以呢 他现在来说 他就用这样的两 这种开始就已经开始混淆了 他就把这个东西整个的给你包装起来 用两种模式来给你再弄 然后呢 为将来自己谢责打下一个基础 而且这就是他所谓的结果来 化掉 然后再给发出去 这就是马宝博老师的 接化发的真意 就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以后我们可能真的是 我不是说了 我们见不 很有可能永远见不到 真实数字出现 对吧 他会把这些数字呢 第一 他用这种方式给你混淆掉 第二呢 他会给你销毁掉 第三呢 他就真的是不去统计 您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个什么 这个死亡的数字 对吧 那他只要是不把社会上死亡的 您就是没有进到医院里的这些人 他进行完全的 他不给你统计 你就永远不知道中国因为这个病到底死了多少人 这个就直接就把整个历史就给模糊了 这个才是他重点的一个方向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瞎扯几句